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市面上有很多楼花 所以我今天都选了这个楼花 叫做Eclipse 它的位置是Bernwood的Bernaby 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楼花呢 就是我觉得它的价钱 比较适合 比起现在所有在Bernwood那一区 或者Metrotown 所以都可以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发展商和 它的show room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材料 其实它的developer叫Thin Properties 在温哥华已经做了差不多25年建筑 其实其他很多development 都有在Survy 还有它这个新project对面叫Luminar 可能大家都有留意 已经建立了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担心 它是新的developer 对它没有信心 首先我会带大家去它的sell center 看看整幢建筑的 整幢建筑 以及有什么秘密 大家看到这个Eclipse的建筑 它是一栋的 然后它这个tower 下面就有另外周边的矮一点的condo 首先可以和大家走通一下 它这个lobby 有一个很高楼底的24小时的concierge 你看到也有些地方给客人坐下等人 它旁边那里就是underground parking的入口 再过这里 这些矮一点的不是townhouse 而是一个condo 所以譬如这些一楼 它就是有自己的patio 可以走出来 有少少是townhouse feel 但它是一层 这些是一房加钉的 很多都是 所以它这边 看着我这边其实是向北的 北这里已经是luminar 转去这边就是向东 那向东这边 其实它这里 将会很open 现在是一个industrial area 但是将来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park 大家可能都有留意Oasis的development 其实Oasis就会在这里 在东边 中间就会有个park 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就是很漂亮的 所以如果是选择东边这边 你的景就会很漂亮的了 那我们再转过来 如果是南边 很多人都喜欢南边 因为采光又很大又不会很热 那南边这里就是看着有个costco 这些都是继续矮层的condo 那到我们 garden这里 cordyard那里 它有不同的outdoor amenities 譬如有小孩子的playground 有些fire pit 让你坐在那里聊天 这里就有个bbq area 你可以和朋友在那里bbq 还有很多其他休典的地方 你可以在那里做一下 运动和休息一下 这边也是那些resident的出口 在那里有什么activity呢 就是它会有个gym 那它gym旁边有一样东西是很好的 就是在那个gym旁边 有个小孩子的play room in-door play room 即是如果大人放得心 可以在那里做gym 小孩子在旁边玩 那大家都有各自的空间 可以relax一下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是西边 西边来说呢 都有一些open view 但是就没有东边那边那么美 那所以如果是选 就是东边 我可以和大家说 在东边呢 其实它有些什么选 是的 那我就觉得大家可以选东面 那东面的corner呢 就是这边是东北 另外那边就是东南 那两个corner呢 其实都是2bedroom 那2bedroom 看着这个view呢 就会是很漂亮了 那或者如果大家两房不对呢 就可以想三房 因为它其实这些层数的studio 看着东那些都卖了很多 那所以你要去到十多楼上面 那里呢 你看到没有了一格那里 就是这些三房的 三房呢 就会有一个超级大的balcony 看着东面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自住 想三房呢 我觉得这些可以考虑 那我刚才在那个model那里 就说东边的景 看着那个green呢 那其实它有一幅图 在这里呢 会清楚给大家看到 东边的样子是怎么样 那这里就是看着东边 那这里就是那个很大的13acre 就是13畝的park 所以你想想 那个空间 看着东边的空间 就算是Oasis将来起了 它中间就是有这么大的park 在中间 还要是permanent 那意思呢 这边是permanent 这边其实是看Costco 都是permanent 所以南边和东边 大家完全可以考虑 也都不担心 以后买完五年之后呢 我又起东西就阻止你的景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你看到这边呢 有两座东西呢 其实就是刚才说的luminar 在北面的 所以北面的价钱 一定是便宜一点的了 但就对着楼 那东面这些 就够了阳光 够了漂亮 所以真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立刻可以找我吧 对了 那来到这里呢 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floor plan 那这边对着beta avenue 就是向东边 就是我刚才所建议大家 去考虑的单位 那它D这两个呢 就是两房 F这个呢 就是三房 那我们可以看了这个 它有两房 812尺 balcony有70至80尺 那所以你看到它的plan 是因为基于它的设计 是斜斜地 那它就斜了 就是没有很多6G位 主要都是 你可以当它正正方方 就大一点了 那这个bedroom 那这里是门口进来 有一个washer dryer 那就是private一点了 那入口 那进完来呢 就会有个kitchen 那这边就living room dining room 和master bedroom 都会对着东面 那所以这边的view 你平时生活上 一早早或者晚上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view 那另外呢 这个房就会去到这里 那这个view就是望着 南边 所以都不错 因为彩光都会很光的 那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三房的积极 F1 它有这个adaptable的意思 就是它是适合给 wheelchair的人去住 就是那些space会大一点 那些电制或者会矮一点 会去cater for这些adaptable 有些人需要的 那它有1021尺 那balcony 因为很大 它差不多250尺 average 那所以你会看到了 它一进来 就会 Washher dryer 在这里 那第一个房就会在这里 它也有个work from home 的integrated unit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work from home 那很多人都要work from home 那它已经有个位置 给你去做这一件事 那所以呢 然后门口进来就是洗手间 对面这里就是 second bedroom 然后再进来才是那个dining living area 那也都是 其实它是setup到 你会看到了 主人房在这里 就是三间房 加上你的living area 加上你的厨房 所有东西你生活上24小时在这里 你都会看到这个东面的很漂亮的景 很open的景 那所以呢 这个积极一千尺 其实它算是很实用 加上它的view很漂亮 它的价钱也都不错的 所以呢 可以大家考虑一下这个自住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介绍了两房和三房的单位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那个show room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材料 它的设计是怎样的 它的sale center 其实是有一个show room 它就用了一个plan E4 2-bedroom plus stand 这个单位 它的尺数差不多有845-864尺 这个桌子大多数都是100尺 除非你是买三楼 就会有一个大一点的桌子 接近350尺 所以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它的用料 以及它的设计 首先进来门口 那我们呢 这边就是个洗手间 即是个gas washroom 所以它是一个sink 然后呢 它是cool bath 所以它也有个buff tub 它有个shower head 然后它就有一块镜 这个就没有medicine cabinet 但是master bedroom 那个就会有 那你都会看到它的柜桶 是比较大的 它有两层柜桶 所以它的储物空间也很足够 那么进入到门口呢 就有这个挂衣的位置 这个挂衣可以放鞋 这个架也是包了的了 那么它的阔度来说 我觉得都算是OK 不是很窄 那么也都大部分的单位呢 都会是有一个work from home的unit 给大家是包了 包了这些柜桶在这里 因为通常呢 有这些位呢 其实你收楼的时候 是白色墙 但是因为它现在呢 就是work from home 都很多人都会做 所以它就很贴心地想了 包了这些柜桶 那么虽然这个位真的 确实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可能有时候 真的需要一个空间去做事 那么这个也是不错的 起码去包了这些的fixtures 那么因为这个单位呢 其实是2plus针 其实它有一个针呢 是更加阔落 你可以做office 那么这里呢 你就可以用来做一下其他东西 擺设置啊 擺相架在这里 就是当一个storage都可以的 那么然后呢 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washer dryer 那么它又很好啊 它是full size的 stack up 因为很多其实 现在你看到这些楼盘 很多都是用compact size 但是它小一点那只 那么小一点那只 其实真的可能 你要多洗多几转 这个呢 就够了你 可能一个星期洗一两机 那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首先 可以介绍了厨房 因为它的厨房 我觉得它的厨房 都挺好的 这个size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呢 它有island 那个unit 有一个island 它这个water floor 的countertop是包了 就是包住了 会很漂亮 因为其实有很多是 这里是有quartz 这里就是木板 那样 所以这个呢 有island的话呢 就包住了 而是呢 它这里做了星盘 那你就能看到 那个景在外面 另外一个sealing point 它这个kitchen 所有appilences 都会是integrated 的意思就是呢 它所有东西都会是 就是随着在櫃里面 就是统一点和漂亮一点 因为这些很多时候 有时候是这样 一个stainless steel的雪柜 那这个呢 就全部都是 这样integrate 那它的size 也是 两房家针来说 都是一个不错的size 那这些櫃全部soft close 有个五口的gas burning stove 大部分那些appilences 都会是用了fisher and pay cow的 那你看到它的size 都是阔的 其实它是两房家针来说 你看它那些oven 都是比起平时看的那些 会大一点 和漂亮一点 你会看到可能 为何这个storage 好像不是很多 那因为呢 反过来这里 那个island位 其实是有多些storage 这里 可以给你摆碗碟 还有呢 这些呢 有见过有发展所 是需要加 升级钱的 那它这个呢 用来摆那些叉筋 刀 是包了的 那么 soft coat全部都 即是实用一点 这个 对了 然后呢 因为这个是晶盘 它就放了ditch washer 在旁边 都是fisher and pay cow 那你就会看到它 靓仔一点 即是一set过 对了 那island呢 刚才我说了 不是每个单位都有的 那有呢 其实是实用一点 和它都不会说很浪费 那当然如果你不需要 你可以选一些没有island 但是这个island 它因为都是有个位 给你在这里 摆巴椅 那可以在这里做一个 eating area 那站到这边呢 这边就是living area 前面就是dining area 即它有一个proper的dining area 的位置 让你坐在那里 有一张桌子 圆桌也很长 方形桌也很像他那样 那就可以在这里吃东西 那这里全部都是 差不多到落地大玻璃 那你望着这边呢 其实现在是叫西边的 那边 那所以你就会看到 那个open view 而去到living area 这里呢 他摆着梳化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balcony的exit 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里出去 休息一下新鲜空气 那如果说了living space 那我们就可以说一下 那个bedroom 我们首先去到那个 这里是master bedroom 是的 那现在这些后面的display 那你见到的size 他现在用了这个 是queen size bed 那两边都有位置 放在床头柜 继续就是落地 差不多落地玻璃 那就是彩光就会高 那它那些unit的楼底 全部都是9尺的 那所以你会见到 其实是宽敞 那它那些出气候呢 他就是用了这一只 那就平均一点 那它不用说 lower了sealing height 去搞到那个 就是摆ducting的位置 那它就会再矮一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房的size master bedroom来说都ok 那转到进来呢 就是那个closet 那么closet这里呢 它就是两道门 都开得完 你看看所以用的时候 就不会阻止了 那size来说 我觉得一般般 但是因为它有两个 那如果真的两个人住 那就一人一边 那如果需要 因为它现在所有单位呢 都是包装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算如果你要多些 storage 你可以放在一个locker里 那这个就是master bedroom的洗手间 那它就 那这一边呢 就会是一个shower 就不是bath tub 然后它呢 就是single sink 那这个櫃和刚才外面一样 那它就有个medicine cabinet 那就是实用一点 不要浪费了 那这个位置 是不是 又可以放很多东西在里面 那呢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second bedroom 和钉 那就是对面的 那所以就是两间房子 没有黏起来呢 如果大家需要多些privacy 那起碼隔了 不需要吵到对方 那这就是那个钉的位置 那钉呢 它就不是刚才的work from home 就是这些架是不包的了 那到时你要自己 可能再放一些桌子 在这里做office 那这个space 其实我觉得 它是open space 所以 那个space都不差 我觉得 它这样setting 其实如果一个人 甚至两个人要在这里做事 我觉得都够了 那这边呢 就会是那个second bedroom 仍然是九尺楼底 那你看到它这个呢 应该是好像是double bed 那样 所以旁边就多很多space 可以走 所以甚至 其实如果你是要用king size bed 其实 没有问题 不过可能你用得一个床头柜 那 那视乎个人 那所以它因为这个是corner unit 那它有两边的大窗 那但是呢 那刚才这边呢 就是有扭景 它都会告诉你 所以如果真的要选 都是好像我刚才所说 就选回东南 或者是东北 那这个view会好很多了 那它那个衣柜呢 就会在这边 那它就不是很大 它的size 但是它就有够深 就是呢 你如果这边 你如果这边再放些架 可能 放个柜子再放多些衣服 都是ok的 那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display unit 就是显示了一个 light的color scheme 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颜色版 如果是dark color scheme 是会怎样呢 那这个color scheme 这边就是刚才的showroom的color 你会看到就是 就是比较大自然 浅色 那如果你是喜欢 深色的系列 其实呢 可以选深色 因为呢 其实我看到很多 最主要的不同颜色 就是可能是kitchen cabinet 会变深色了 但是它这个development 你会看到 两边其实 它每一道都有些不同的 那主人房的tile 不同的长色 和kitchen cabinet 加上洗手间的地板 都会变深色了 然后呢 lemonate floor 就有很大的分别 一个是自然 一个是深色 那所以就真的 这个color 会比较不同 就不是说 一只色 其实是一个深 一个浅 其他全部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喜欢哪一只色去选 那看完楼盘的资料 可以给更多些价钱 或者它stratafee的资料给大家 那其实因为它现在一房 或者一房加钉都差不多 卖完了 那所以可能如果大家主要 其实投资来说 一房或者两房 我都觉得OK 因为很多客人都问我 一房好还是两房好 那其实一房二租 两房都移租 三房就偏向自主多些 那所以现在呢 如果大家 还在想买楼花 这个价钱不想去到 好像可能concord oasis 或者amazing brandwood 去到差不多1300-1400一尺 那这个楼盘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它价钱比较低 而且它location 其实只在Oasis旁边 那它的developer 可能大家没有concord 那么深入民心 但是其实它都在做了很多年的发展 也不需要担心它说难尾 或者做得不好 那它价钱如果两房 它是 roughly 它有86万起 有700多尺 那三房的话 就是1020尺 刚才说过的 就是110万起 那所以这些价钱 我觉得是可以 你投资去买定 hold住价 等它将来升幅 你就可以hold住 那它completion date 就会是2025年的 1月至3月左右 但是这个是 roughly 然后maintenance fee 就是6毫至1尺 它是包了冷暖气 24小时concierge amenities 煤气 和热水 那现在买呢 还有优惠就是 这个deposit 只是15%而已 那如果你是 foreign buyer 就加多10% 那它现在 其实你买两房 或者三房 是有incentive的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有些什么incentive 或者对这个楼盘有兴趣 可以立刻联络我 给多些资料大家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 介绍这个Eclipse的楼盘 喜欢的朋友 记住like share出去 记住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铃铛 那我将来的影片 你就会收到的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